Hello 大家好 我是Cindy 欢迎你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画了一个有一点紧理的妆 这个妆容的重点就是在眼尾和唇部来呼应 虽然腮红和高光也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从视觉上来说 更注重眼尾的晕染 我现在是用手机来拍的 等一下我看看我转去相机的话是不是会清晰 如果清晰度上有一点问题的话 我可能还会再转回用手机来拍 的话这个妆容所用的所有的产品 等一下都会一一的呈列给大家看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一个妆容的话 那就继续看下去吧 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就给我的影片点赞 并订阅我的频道 今天用到的primer还是我最喜欢的娇蓝的妆前 这次用的底妆产品是美宝莲的Fit Me 先把粉底点在脸上 Fenty Beauty海绵蛋 轻轻地按压 把粉底按进毛孔 不要忘记脸上的边边角角都要擦上粉底 好莱坞秘密的这个遮瑕盘非常好用 三文鱼色来遮眼下的黑眼圈 用偏黄一点的颜色遮在瑕疵部位 可以反复叠加直到你满意为止 加纳宝的天使蜜粉一直是我的钟爱 我上面用的小天使早已磨平 Corda Rosa颜色非常像Mac家的Melba Real Technique这个腮红刷我不是很推荐 因为它的毛相对比较硬 因为我新订的腮红刷还在路上 今天就勉为其难地用上吧 Colourpop的土豆泥高光 今天用的色号是Lunch Money 非常自然的贴近肤色 这次用的还是火烈鸟的眉笔 我用的色号是3号 非常适合我的发色和眼球的颜色 下手轻而缓 我用中间和右边的颜色混合以后做修容 首先用Sun Kiss做整个眼皮的打底色 第二步用Saturn这个颜色 做眼皮后三分之一的晕染 这时候眼皮所呈现的颜色主要为金色 另外一个是软粉色 可是这样还欠缺很多 显得眼皮会有一点肿 眼尾没有任何的轮廓的加深 Kickory用于眼睛后四分之一 着重地加强眼睛的深邃感 用Warm Satter来勾勒眼线 上眼线和下眼线 也可以适当地把眼线稍稍地拉长 以拉长整个眼睛的长度 用熊野之人眼线笔来勾勒上眼睛的外眼线 用Toku for School中间的一个颜色勾勒鼻影 下手轻柔 Georgia Mani的这句口红一直是我的新头号 500号的颜色非常的自然 是属于奶茶色系 好了 今天就这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看得开心 感谢观看 明镜与点点栏目 准备 探队 转发 明镜与点点栏目 集大 以沙子 具有 也 写 纽 与那 第二 保余 骇 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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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